天团5月天最近宣布 11月份要在花蓮举行演唱会震撼的粉丝 不过日前还没有确定日期 就有粉丝在公告之后 锁定花蓮当地的一间饭店 并且把11月份四个周末房间都提前递满了 业者希望能够借5月天的魅力抢救 被地震台风重创的花蓮观光业 台湾天团5月天申请演唱首首都是经典 11月跟着5月天一路向动 花蓮店 公布11月将要前往花蓮开唱 消息一出五迷全都疯狂 虽然演唱会日期还没公布 不过已经有五迷提前准备 一口气预定花蓮饭店 11月连世四个周末的房间 接连天在花蓮旅宿夜冷冷清清 11月又将迎来旅游淡季 5月天震撼宣布将在花蓮开唱 有望带起一波观光热潮 虽然出现五迷卡房的乱象 但业者还是保持正面态度 一般入住的时候大概是多少 一般入住的话 如果我们因为我们是浮动房间 所以如果平日来入住的话 大概扣除掉补住的话 大概只要贴300到500不等而已 一个晚上 所以你其实花300块就可以住一晚 目前推出之后 在这两个月过程中 入住旅游慢慢再回升 5月天热潮再加上中央补贴 年底要充一波旅游经济 观光署振兴花蓮的方案 每房最高可以折抵2000元 出现同板价商人房 有民众朋友们到花蓮旅游 住宿仅仅只花了18元 虽然不付早餐 但还是超赚 网友纷纷表示羡慕 但也有人担心明年补住截止之后 花蓮旅苏叶又该如何承下去 记得这种报道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